服飾店內來了一名男子 戴著眼睛還有一模詭異笑容 只是更奇怪的是 這裡可是女裝服飾店 男子一來就說要試穿 女店員傻眼將他趕走 因為他早就來過 之前還挑選了貼身女裝穿出來 直接看男子就像這樣 站在鏡子前面穿著女用的貼身短褲 似乎故意讓女店員看了見 台北商圈近期出現一名試穿色狼 通常挑選只有一名女店員在的女裝店進入 夾借活動之名跟店員說我要試穿 穿著女裝出來起生理反應 看著店員反應來竊笑 甚至疑似還偷拍女店員 就有說也在他們店裡看過這個男的 也有出沒過 我同事很精明 他一進門就馬上認出他 就跟他說男兵止步 因為我們沒有想過會遇到這件事 專門挑選女裝店方案 仔細看他身高165公分到170公分 戴著眼鏡 通常還背個大包包 出沒在台北市中山區 或是通話截商圈 趁著試穿猥褻女店員 受害的店員希望同行注意 看到他千萬得特別小心 以免單獨看店成為色狼目標 這阿公人是在台北採訪不到 蔡政府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